大家好,我是Den 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的 韩国住院医师们的罢工事件吗? 最近有了新的消息 5月22号,韩国医师协会表示 已经离开医院三个月的住院医师中 有一部分人正面临严重的生活困境 由于政府禁止处理住院医师们提交的辞职信 这些医师们虽名上仍在培训医院任职 实际上却处于无辜缺勤的状态 由于没有收入 而且根据培训规定中的兼业禁止条款 他们无法在其他医疗机构找到工作 因此部分住院医师们选择从事家教等兼职工作 或依靠接待来维持生活 而刚获得医师资格 并准备进入专科医师培训过程的人中 有些人选择放弃培训 直接在诊所从事皮肤科等业务 一些表示 有一直在通过住院医师支援专线 来了解离开医院的住院医师们的情况 并制定支援措施 特别是从5月2号起 对生活困难的住院医师将开始开放生活补助器 住院医师可以通过医协专系和网上申请 然后在经过审核后 医协会将一次性向其账户发放100万韩元 截止到5月21号 共有1646名住院医师向医协申请了生活补助金 与此同时 最近医师协会也向各地区医师协会会长 大汉医学会长等人发出了呼吁 现在是需要前辈医师们持续支持的时刻 并请求他们向协会捐款 以支持住院医师的公文 一位提交辞职性的住院医师表示 面临经济困难的住院医师们 透过熟人找到了非医疗相关的工作 有些朋友在做家教 医院行政职或宅配兼职等工作 但尽管如此 因为住院医师的时薪非常低 这些工作反而提供了更高的收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宅配的时薪更高 那就辞去一生的工作 去做宅配的全职工作吧 支持你们 罢工的话当然不会有收入啊 如果生活困难 那就回去工作啊 嗯 这应该是医师协会需要负责的吧 你们知道 是你们要求集体行动 导致底下的人有多辛苦吗 真是难以置信 他们居然这么缺乏同理性 趁这个机会去做做别的工作吧 看看大家有多么辛苦和努力的生活 即使工作再糟糕再累 也因为那微薄的工资 而无法辞职的情况 你们也该去体验一下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接受辞职信 让他们能够在其他地方工作吧 大家各走各的路 不给他们工资 却收取四大保险费 政府太恶劣了 政府独裁暴君的游戏也玩够了吧 批准那些不愿意 带在大学医院的年轻人辞职吧 愿意继续工作的 无条件接受他们回来 缺乏医生的地方 就聘用专科医生 不要再让患者承受痛苦 因为政府不接受辞职信 医院也无法在那些岗位上 聘请其他医生 所以对于面临生活困境的 韩国住院医师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计划 堇准 2 3 3 3 4 4 9 2 2 2 1 1 2 3